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过度肥胖的情况下,体内脂肪物质含量增多,容易导致器官功能下降 甚至还会增加某些慢性疾病的患病风险 因此很多人想要从饮食这方面入手调节身体,维持健康 有部分老年人就是因为害怕肥胖而有过度清淡饮食的行为 平时基本上没有脂肪或者高热量食物的摄入 这种行为有可能影响健康 那么,老年人吃得太清淡好不好呢? 一,老年人吃得太清淡好不好呢? 老年人正确的饮食方法需要掌握 并非说越清淡的饮食越好 在养生的过程中,虽然讲究口味清淡 但是,人体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依然需要获取 很多人对清淡饮食产生误区 认为清淡饮食只能够吃素,而不能够吃肉类食物 因此,在饮食过程中营养不均衡 可能会有缺乏营养供应的情况 如果饮食太过清淡 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没能及时提供 有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 这样发生疾病的概率会比较高 为了防止老年人健康受损 应该从饮食这方面入手调节身体 保持健康良好的饮食习惯 平时,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需要获取充足 这样才能够维持身体健康的状态 二,建议饮食清淡 但不能不沾昏腥 吃素就不会有三高吗 吃素就能够健康长寿吗 这不,湖北一位老婆婆 因为坚持吃素,不沾昏腥 骨头变得像泡沫 据《长江日报》报道 武昌的洋婆婆吃素近三十年 洗完澡一不小心滑倒在地 骨折了 最后呢,只能换人工关节 不然随时会危及生命 首先明确观点 我们建议大家饮食清淡 但是大多数人一不小心就会交往过正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完全不沾昏腥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有关专家指出 我国老年人营养状况令人担忧 超过一半的老人存在营养不良的风险 我国曾按照国际通用的营养不良筛查标准 针对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五个城市 65岁以上老人进行营养状况调查 调查发现 超过50%的人存在营养不良的风险 这五个城市都是发展较好 生活水平较高的城市 农村的情况就更为严峻了 胃口好、嘴壮 基本上是所有长寿老人的共同特点 这也反映出 吃饭对于健康的重要性 天天粗炸淡饭 小心没病吃出病 1.遇到小病就容易倒下 吃素意味着蛋白质脂肪的摄入不足 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 如果食物过为清淡 长期下去体质会不好 遇到点小病很容易就倒下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营养研究室主任医师 肠醉青表示 老年人的合成代谢能力在下降 但分解代谢在增加 如果饮食搭配不好 纯粹过速 就会导致营养不良 蛋白质供应不足 就会导致免疫系统的免疫球蛋白减少 从而使身体抵御外来危害 尤其是病原微生物的能力下降 更容易患感染流行性感冒 甚至会增加肿瘤的发病风险 二 快速老化 长期速食的人因为蛋白质摄入的减少 会加速皮肤的老化 导致女性更容易衰老 三 同样有脂肪肝风险 吃素就能够和脂肪肝绝缘了吗 据武汉晚报报道 2014年武汉汉阳区五里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曾对桂圆寺铁佛寺的两寺僧人进行抵减 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受减的30名僧人中 接近一半患有脂肪肝 四 依然可能会有三高 鱼肉淡奶一口都吃不着 只能靠淀粉 糖 油 盐 水煮食物 或者是水果 肠子里没一点油水 进食量不足的情况下 肠胃运动减慢 粗纤维的食物的水分被肠道吸收 肠内干节更容易导致便秘 当然 吃对方法还是能够通便的 可以将蔬菜在沸水中 炒几分钟 时间不宜太长 再用少许油 不但油润肠的作用 还能够减少水溶性维生素的流失 以及降低蔬菜中的草酸的成分 避免影响蛋白质和钙的吸收 四 老年人应该如何饮食 不要施肉食为猛虎 也不要迷信粗插淡饭 营养全面 搭配合理 才是好的饮食习惯 一 食物与全剂 肉食类不仅是钙 维生素D和多种微量元素的重要来源 更是骨鸡之中有机物 如胶原 蛋白多糖 脂质的重要来源 不要过量就好 具体标准如下 1.肉类不超一拳 每天吃不超过一个拳头大小的肉类 包括鱼 芹 蛋 肉 关于吃肉 还有个口诀 吃醋不如吃芹 吃芹不如吃鱼 如果做不到每天都吃鱼肉 那就改成每周吃二到三次鱼 平时应尽量多吃白肉 如芹肉即鱼肉 少吃红肉 如猪 牛 羊 肉等 建议每周吃二至四个鸡蛋 吃红肉到底多少才合适 将一只手的食指和中指伸出来 其他 手指握圈 就是每天吃肉的体积 除去两颗手指的拳头这么大 不吃肉的人 可以选择鸡蛋 奶 等代替肉类供应动物蛋白质 以满足身体需要 保持营养平衡 二 穀物两全 每天吃两个拳头大小的穀类 包括粗粮 杂豆和薯类 三 豆奶制品两全 每天保证两个拳头大小的 豆制品和奶制品 四 五全 蔬果 每天吃不少于五个拳头大小的蔬菜和水果 最好的选择就是应计水果蔬菜 价钱实惠 营养又丰富 除了吃够上述四类食物 最好呢 还能保证食物的多样性 二 多顿少炒 食物温软为佳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食物弄成温暖 软润的更好 中老年人不要吃冷的食材 即便是凉菜 也最好用热水炒过 建议用炖 煮 熬 蒸的方法进行烹饪 做出软食 一是营养流失少 二是这样更适合中老年人牙齿的咀嚼能力 有助于消化吸收 三 少吃高脂 高盐 腌制食物 高脂食物不但会引起肥胖 长期食用还会堵塞动脉血管 损害大脑的功能 饮食过前容易引发骨质疏松 高血压 长期饮食过前还可导致 中风和心脏病 腌制食品的含盐量高 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 是世界上公认的三大致癌物质 参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每人每天食盐不超过六克 高血压患者 或有高血压病家族食的人 每天食盐的摄取量 要在四克以内 不超过二十克 烹调应以植物油为主 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动物油 四 少吃多餐 有些中老年人 长期食物食入不足 导致机体不耐受食物的数量变化 所以增加食物品种和数量时 最好循序渐进 不能够操之过急 要给消化系统一个适应的过程 一次进食较多不易消化 一天可吃四到五餐 每天只吃八成饱 这样更有利于吸收 为了身体健康 只保持饮食清淡 只吃素 不吃荤可不行 必须要混素搭配 合理善食 摄入适量的肉类 才能维持身体所需 保证健康哦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 搜索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墨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